欢迎回来台式五间新闻 许多野生动物园都会开放让游客喂食动物 给游客机会亲近动物 但是英国一间动物园有长颈鹿突然伸头 到游客的车内抢食物 弄破了整面的车窗 幸好车内的游客只受到轻微的割伤 长颈鹿没有受到伤害 是五间新闻 英国学者最近在苏格兰天空岛发现了50个的恐龙脚印 最大的一个直径还有70公分 学者估算这些恐龙可能高达15公尺 重量10公噸 而这些脚印可以追溯到1.7亿年前的侏罗纪中期 由于这个时期所留下来的化石十分的稀少 因此这一次的新发现 对于恐龙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